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比较老一些的茶园 这片茶园也许下次来的时候 可能就看不到了 据说他们要产掉重新种新的品种 育苗的品种 我们来看看 这个就是白毛茶 它发出来的芽 其实上面有很多很多小小的细绒毛 是白色的 大概这个就是叫白毛茶的原因吧 他们说这个茶又苦又涩 要改种其他的品种 非常遗憾 我觉得这个品种真的是挺有特点 挺有特色的 这些老品种会越来越少 这个是白毛茶 它放了大概有三个多小时 它的香味非常像 安西那边的铁观音的香气 现在这个香气非常非常的接近 但是在泡河中 还行 没有 我们看看 这种练习的 微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